了不起的寶哥,好一路好走 寶明 做個快樂的人 做自己就好 他是武林的高手 他離開對武林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其實我跟寶哥大概合作幾十部電影 從大頭冰三十多年前一直到後面 大概有二三十部的電影合作 他在現場永遠都是開心果 然後他幫人家治病,幫人家解決問題 了不起的寶哥,好一路好走 我第一次聽到寶明的事情的時候 shock 然後會覺得傷心會難過 但是經過兩禮拜的沉澱 現在我還蠻平靜的 基本上來說 他可以到天上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有人跟我說寶明可以到天上去辦一個劇團 我說寶明的個性大概不會 他不喜歡搞行政的事情 可是國修可以 國修辦一個劇團,寶明參加 然後以後我們去了 都有地方讓我們演戲 不是更好嗎 寶明 做個快樂的人 做自己就好 他是個我很羨慕的人 他為人以及他的工作能力 他整個人活著的狀態 是我羨慕的 到他最後身體比較不夠好的時候 他仍然非常懂得自持 修行 然後每次見到他都慈眉善目的 覺得沒有看見他抱怨訴苦發牢騷 在他臉上沒有讀到那些辛苦的 掙扎的老淚的事情 很難得 很羨慕他 他是武林的高手 他離開對武林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謝謝 寶哥這種溫暖的叮嚀 我會永遠都記得 我希望寶哥的親人也要截愛 因為寶哥一定希望我們在悲哀之後 一樣的健健康康開開心心的活著 我認識寶哥已經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應該是從天與地一直到同名狀的那段時間 雖然每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都是在工作的時間 但是每一次都會感覺他像一個大哥哥 然後照顧著身邊每一個人 我記得在天與地的那個時候 然後我每一次拍完那些很危險的動作 他都會跑到我身邊跟我說 小朋友不要那麼拼命了 然後一直到投名狀 我真的因為一些動作的場面受傷了 然後寶哥沒有說什麼 他就在我身邊還是像一個大哥哥的 然後還用氣功幫我治療 那後來他就會說你知道嗎 你這樣在你身邊的朋友會很心疼你的 然後希望我會不要忽略自己健康康的生活 寶哥這種溫暖的叮嚀我會永遠都記得 我希望寶哥的親人也要節愛 因為寶哥一定希望我們在悲哀之後 一樣的健健康康開開心心的活著 他會在另外一個世界為我們祝福 我們也希望他在另外一個世界健健康康開開心心 全都是我家長的活動 有一個人的活動 我們會永遠都在一起 你為什麼想要不承認